第561章蛟龙尸体 一道光木浮现 挡在荒谷城主他们身前 轰 轰 轰 那些强大的炼尸 不断轰击光木 光木不断抖动 却没有被攻破 稳稳地挡住了 该死 给我攻 一个大城王者及师尉大侯 号令其他师尉 操控炼尸 不断展开进攻 但明文大阵 坚固无比 一时间 根本攻不破 光谷城主 你就这么狠心 躲在里面 看着你的族人被击杀吗 一个年老的师尉出现 黑黑冷笑 啊 啊 点点点 四周 不断有惨叫声响起 都是玄家的人发出的 哥哥 光谷城主牙关紧咬 虎目含泪 啊 该死 进入大阵的其他玄家之人 如玄峰等 一个个眼睛通红 盯着外面 千不要杀那些玄家之人 拿下 带到这边来杀 年老师尉下达了命令 不久后 一个个玄家之人被击伤 带到了荒谷墓穴边 城主 救命啊 有些胆子小的 发出哀求 但荒谷城紧握双拳 没有吭声 故老相传 荒谷墓穴一旦打开 将有大祸 杀 年来师尉下达了命令 丘 丘 铁链如长枪 洞穿而出 那些玄家的人全部被击杀 啊 啊 该死 该死啊 玄峰等人怒吼连连 但不久 又有玄家之人带来 被当面斩杀 不仅是玄家众人 就连火之殿主等人 都怒火冲天 打开明文大阵 交出玄铁重剑 可绕过他们性命 年来师尉冷笑 秋响 荒谷城主怒吼 双眼通红 充满了暴怒的杀鸡 那好 继续杀 接着 又有玄家之人被带来 爹 爹 救我啊 一声大叫传出 来自一个二十多岁的美丽女孩子 你儿 荒谷城主大喝 哈哈哈哈 原来这个是你的女儿 好 好啊 荒谷城主 不知道当众让你看着你女儿 和我天师宗殷杰当众交和场景 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真是期待啊 你 去扒了她的衣服 这个美叉就交给你了 年老师尉一指一个脸色苍白的中年师尉道 多谢长老 中年师尉狂喜 眼中放出银光 走向美丽女子 不要 不要过来 美丽女子一脸绝望 畜生 该死的畜生 果汁殿主怒吼 敏儿 杀 玄丰大吼 就要冲出去 但被荒谷城主一掌拍回 记住 荒谷墓穴不能被他们进去 以大阵坚守 等待救援 荒谷城主对玄丰呵斥 随后目光一冷 身形一动 冲出了大阵 向着玄敏冲去 爹 玄丰大吼 嘿嘿 你终于肯出来了吗 出手 拿下她 你老师为一挥手 短时有几个大城王者操控炼尸 向着荒谷城主杀去 杀 荒谷城主浑身散发出炽热的光芒 手中的战剑斩下 那个中年尸位被斩为两半 剑气挥出 一具武王七重的炼尸 生生被拦腰斩为两劫 荒谷城主的气息 比刚才强一大劫 燃烧精气神的秘术 你不要命了 你老师为怒吼 荒谷城主这样燃烧精气神 是玄家的一种秘术 战力暴涨 但绝对支撑不了十分钟 就绝对死路一条 敏儿 跟在爹身后 爹带你出去 荒谷城主对美丽女子道 拉着女子的手 向外冲去 拦住她 你老师为大吼 立刻 师位中的强者出手了 有武具 相当于武王九重的炼尸 向着荒谷城主杀去 滚开 荒谷城主单手持剑 气息惊人 一剑斩出 一道惊天剑盲暴闪而出 一具武王九重的妖师 被一剑斩飞 差点被批为两半 施展燃烧精气神的秘术 让荒谷城主战力大掌 无限逼近巅峰王者 剑气纵横 几个武王九重的炼尸被斩飞 甚至边上有七八个狮卫被剑气扫过 击杀于此 荒谷城主 带着玄敏 急速向外冲击 退后 联手操控龙狮 你老狮卫大吼 哭 天空中 一具庞大无比的棺木飞了下来 这具棺木 长数百米 宽也超过五十米 向着荒谷城主镇压而去 给我破 荒谷城主一剑斩出 棺木爆碎 但棺木之中 一具庞然大物浮现而出 蜿蜒的躯体 长达百米 浑身布满了鳞甲 头上有双脚 腹下有四爪 蛟龙尸体 这是一具蛟龙尸体 抓 抓 起码有十个尸位 飞上了蛟龙尸体身上 浑身尸气弥漫 这十个尸位 都是大成王者级别的尸位 此时 共同操控蛟龙尸体 吼 猛然 将龙尸体爆发出一声巨大的吼声 吼声形成一股巨大的风暴 向着荒谷城主冲去 不好 荒谷城主脸色狂变 一剑斩出 璀璨的剑气 将风暴劈开 但他身体也狂退 哭 将龙尸体身躯移动 长达两百米的巨大身体 向着荒谷城主冲去 同时一爪抓下 速度之快 如电光火时 荒谷城主怒吼 斩出惊天一剑 但无用 剑气被蛟龙爪抓散 蛟龙爪重重的 击在荒谷城主身上 荒谷城主直接如一个炮弹一般被轰飞 重重的撞在荒谷墓穴前的 明文大阵的光幕上 鲜血狂喷 而玄敏 不用说 在这一击之下 四分五裂 啊 怎么会如此 荒谷城主大吼 难以承受 爹 敏儿 拳风也大吼 明文大阵中 众人也是一脸绝望 天师宗 居然连蛟龙尸体都有 从刚才的交手看 蛟龙尸体太强了 战力无匹 恐怕无限接近零海尽了 这个明文大阵 能挡住吗 年老师为一挥手 将玄敏的衣缕鲜血收起 黑黑冷笑道 这一只玄家后人的血液有了 就差玄铁重箭了 继续攻击 年老师为一挥手 吼 将龙尸体 继续进攻 荒谷城主竭尽全力抵挡了一招 但相差太远 被打得鲜血狂喷 浑身骨骼进断 躺在地上 气息急速衰弱下去 给我滚回去 拳风大吼的想要冲出来 被荒谷城主呵斥住 年老师为走到荒谷城主身边 真人一圈 将荒谷城主的储物戒指取下 下一刻 一把玄铁重箭出现在年老师为手中 哈哈哈哈 两把钥匙到手 现在 轰击着明文大阵 年老师为下达了命令 第562章巨大的天门 将龙尸体冲上前 不断地轰击着明文大阵 明文大战剧烈抖动 如水波一般震动不已 里面 很多人都露出金剧之色 轰轰 不到十分钟 明文大阵发出恐怖的轰鸣 传出阵阵爆裂之声 随即一阵剧烈的抖动 明文大阵轰然崩溃 明文大阵被攻破了 唉 终究还是无用吗 荒谷城主叹息一声 随即 生机绝灭 聚集在一起 全力防守 火之殿主大吼 一百多人 退到一个角落 规矩在一起 谨慎地盯着天失踪的人 到了这一步 只有拼死一战了 该死 该死 难道我今日要死在这里 雷支店主心里怒吼 无比的不甘 嘿嘿嘿 年老师位 带着一众高手 还有悬箱 走到荒谷墓穴前 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荒谷墓穴前的一座广场 宽阔无比 荒谷墓穴就像是一座宏伟的宫殿 高达百米 巨大无比 尖围住他们 等荒谷墓穴大门打开后 再杀他们不迟 年老师位吩咐 为了以防万一 万一把悬家的人都杀了 到时打开荒谷墓穴时候出现什么问题 就没有人问了 一挥手 一道静气出现 在悬箱手臂上割开一条伤口 一缕鲜血被吸引到年老师位的手上 拳香交呼一声 冷汗直流 你们 守在此地 拦住他们 你们 跟我去打开荒谷墓穴 年老师位吩咐 当即留下一批高手 包括那条蛟龙尸体 年老师位带着一些高手 向着荒谷墓穴走去 这时 谁都没有发现 一道身影 披着师位的黑袍 无声无息的出现在几个师位身后 此人 当然是露鸣了 他击杀了一个师位 换上了师位的黑袍 从后面进来 没有被其他师位发现 现在 荒谷城中的大战 基本已经结束 悬家惨败 基本上都死绝了 只剩下荒谷墓穴广场上的那么点人 呸嘿 小妞 老师点 等一下荒谷墓穴成功打开了 就送你上路 一个武王七重的大城王者及师位 抓着悬箱的手臂 黑黑冷笑 悬箱手臂上 鲜血直流 让他脸色一阵惨白 就是现在 路鸣目光一闪 一部分高手 随着年老师位 到荒谷墓穴那里去了 剩下的高手 操控着蛟龙尸体 死死的钉着火之电竹等人 路鸣边上 并无什么强者 那个抓住悬箱的大城王者 就是最强者了 抓 路鸣身形一闪 越过几个师位 随后悍然施展几道一击 将王化为一道流光 如流星一般滑破虚空 快速绝伦 向着那个师位的头颅击去 那个师位做梦也没想到 后面居然有人偷袭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路鸣冻穿了脑袋 惨死当场 哭 路鸣出现在悬箱身旁 深呼一口气 一拉悬箱 冲天而起 什么人 找死 这时 其他师位 才反应过来 纷纷发出大吼 一条条铁链 向着路鸣冻穿而去 给我留下 蛟龙尸体的头上 一个武王九重师位怒吓一声 身形一闪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路鸣甚至还没施展九龙踏天步 他就临近了路鸣 一道浩荡的湿气 向着路鸣轰去 轰 路鸣全力刺出一枪 与这道湿气一撞 但他的身体 却向后狂退千米 一口鲜血喷出 路鸣 赤路鸣 这时 雷之殿主 火之殿主等人 看到了路鸣的容貌 发出不可思议的大叫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会在这里看到路鸣 而且 路鸣的战力 强的让他们难以置信 偷袭之下 居然击杀了一个五王七重尸位 还能挡住一个五王九重尸位的攻击 虽然这个五王九重的尸位仓促之下 并没有使出几分力量 但也足够恐怖了 就是被这么一耽搁 四周 一具具链尸冲了过来 想要围住路鸣 急到一击 路鸣向一个没有什么高手的方向冲了过去 急到一击 击飞了十几个链尸和尸位 抢走 留下 那个五王九重的尸位身形闪动 向着路鸣狂追而去 动手 突围 这时 火之殿主大吼 他们爆发了 要趁此机会 冲出重围 找死 蛟龙身上 有尸位大喝 他们操控蛟龙尸体 向着火之殿主他们杀去 但蛟龙背上 有几人去了荒谷墓穴 那个五王九重的尸位又去追路鸣 只剩下五人 操控蛟龙尸体 极为吃力 让蛟龙尸体的动作变得比之前缓慢 该死 那个五王九重的尸位 只能回身飞向蛟龙尸体 帮助操控蛟龙尸体 连有了大成王者的追击 路鸣无人可挡 连续轰飞几十句炼尸 路鸣大人 我爹怎么样了 看到路鸣 悬箱眸光发亮 有些虚弱的问道 稍后再说 路鸣输入一道真元 帮悬箱止血 全力向外冲 眼看 路鸣就要冲出重围了 轰 就在这时 一声剧烈的轰鸣响起 来自荒谷墓穴方向 轰 轰 轰 接着 剧烈的轰鸣连续响起 整座荒谷城 都在剧烈的震动起来 下一刻 一道璀璨的光柱 从荒谷墓穴那边冲天而起 直入云层 那是 那一刻 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 当那道光柱散开之后 天底间 突然浮现出一扇巨大无比的石门 这扇石门 顶天立地 直入云层 实在太庞大了 从石门上 散发出浩浩荡荡 无穷无尽的天威之力 天门 天门 路鸣失声惊呼 这扇巨大的石门 和路鸣当初在千江水域碰到的天门 极为相似 就连气息 都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 眼前的这扇石门 庞大无比 比当初千江水域看到的那扇天门 庞大很多倍 怎么会这样 在这里 怎么会出现一扇如此巨大的天门 呼呼 这时 天门之中 爆发出一股可怕的吸引力 不好 要被吸进去了 陆明大惊 他发现不能往外冲了 天门中 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作用在他身上 不仅是他 光谷城中 其他人也一样 全部被这股吸引力吸引 慢慢的向着天门飞去 第563张天门之内的世界 不好 雷之电主 火之电主等人 也疯狂的向外冲击 但无用 根本冲不出去 被天门吸引 慢慢的飞向天门 后 天失踪的高手操控蛟龙尸体 想要飞出 也无用 没有效果 同样被天门吸引过去 这一次 天门飞带没有喷发什么宝物 反而要吸进他们 轰猛龙 此时 荒谷城发出剧烈的震动 所有人震惊地发现 荒谷城居然离地而起 也向着那个天门飞去 整座荒谷城 居然要被吸走了 实在太过震惊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荒谷墓穴歪大门口 年老师为尖叫连连 他们 刚才打开了荒谷墓穴的大门 就出现这一幕了 和传言中的 完全不一样啊 但任他们怎么挣扎 都无用 不断地靠近天门 呼 突然 天门中的吸引力 剧烈地爆发 瞬间增强了几十倍 陆明只觉一股 不可抵御的力量拉着他 瞬间向着天门飞去 边上 悬箱同样跟着飞去 所有人 包括整座荒谷城 急速地向着天门飞去 嗡 当陆明飞进天门的时候 他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眼前一黑 变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好像在无尽的黑暗中飘荡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陆明才清醒过来 一缕阳光刺入眼睛 不好 陆明猛然起身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片山林间 这是哪里 陆明急忙四下打量 四周一个人也没有 悬箱也不在身边 周围全是巨大的古墓 只是四周的古墓实在太巨大了 以前他见过的那些千年古墓 和眼前的这些大树比起来 差了一大截 这里随便一颗古墓 直径都超过十米 巨大无比 直入高空 遮天蔽日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难道是天门里面的世界吗 陆明思索 嗯 好浓郁的天地灵气 陆明发现 这里的天地灵气 浓郁无比 就算比不上天玄城中 也差不了太多 要知道 天玄城 可是建立在一个超大灵眼之上的 不管了 先去找玄香他们 陆明腾空而起 立于高空之中 四处观察 一眼望去 四面八方 全都是这样的古墓 延伸向天际尽头 陆明随意选了一个方向 向前飞去 嘎 陆明还没有飞出百里 一声尖叫 头顶之上 一股庞大的凶煞之气 向着陆明压下 一只巨大的巨鸟 向着陆明扑杀而来 好大一只鸟 陆明抬头一看 吓了一大跳 这只巨鸟 一展展开 起码有五十米 散发金属光泽的巨鸟 向着陆明抓下 陆明不敢大意 风雷抢出现 爆发全力 一枪向着巨鸟的巨鸟抽去 当金属交击的声音响起 风雷枪与巨鸟相撞的地方 火星刺射 陆明感觉一股厚重如山的距离向它涌来 它的身体不由的向下急速坠落 呼 陆明脚尖 踩在一根树之上 庞大的力量从脚尖导出 涌向下方的大树 碰 大树直接炸裂开来 碎木四溅 这只大鸟 好强的力量 陆明感觉 这只大鸟的级别 分明只相当于五王六众巅峰 但爆发的力量 却丝毫不弱于陆明 这难道是一只流有上古神兽 凶兽血脉的一种 陆明神情移动 许多妖兽身上留有上古一些神兽 凶兽的一些血脉 强大无比 远比同级妖兽更强 如蛟龙 就是典型的代表 身上具有真龙的血脉 强大无比 随便一只蛟龙 都有不弱于五王的实力 强的 那更是恐怖了 嘎 巨鸟一击没有击杀陆明 似乎愤怒了 尖叫一声 双翅一扇 巨风席卷 再度扑向陆明 找死 急到一击 秋 枪王划破虚空 向着巨鸟洞穿而去 轰 一声轰鸣 雪花似箭 这一枪 直接将巨鸟的一只脚掌刺穿 巨鸟吃痛 发出愤怒的尖叫 双翅即善 向着远处飞去 居然逃跑了 这只巨鸟 绝对是一种 还真是强大 只是五王六重而已 在我急到一击下 只是受轻伤 陆明感叹 之前 大成王者以下 没有人能挡陆明 急到一击 在这一击之下 全部被击杀 而这只巨鸟 只是受到一点轻伤而已 就在陆明思索这时 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丘 那只巨鸟下方的山林间 突然伸出两条触手 巨大无比 一把缠住巨鸟 巨鸟发出惊恐的尖叫 但无用 一把被拉了下去 下一刻 叫声戛然而止 这 这是什么怪物 陆明目瞪口呆 吼 陆明的心情还没静下来呢 远处 传来一声惊天的吼笑 随即 陆明看到一个黑点 继续地向着这边冲来 黑点急速放大 那居然是一只巨大无比的巨猿 巨猿身高绝对超过200米 就像一座大山一般 轰 巨猿踩在大地上 大地发出恐怖的震动 气浪四卷 一株株古墓爆裂 碎木飞溅 只见巨猿双手一抓 从山林间抓出一只巨大的章鱼 很显然 就是这只章鱼 刚才击杀了那只巨鸟 用力一捏 直接将那只章鱼捏死 然后章口一咬 咬下章鱼一根触须 胡乱搅动几下 吞入口中 吼 巨猿发出一声惊天巨猿 双脚一蹬 大地轰鸣 而巨猿 身体如一颗炮弹一般向远处跃去 化为一个黑点消失不见 窝巢 窝巢 这是什么鬼地方 路鸣收敛气息 躲在远处的一颗大树之鸭间 冷汗直流 刚才那只巨猿 太强了 无限逼近临海境 甚至 已经达到临海境了 如此强大 在天玄狱 已经是巅峰的霸主了 看来 在这个地方 还是低调一点 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路鸣落下地面 收敛气息 选了一个方向 小心翼翼的奔行 在天上飞 那不是找死吗 万一被一头强大的妖兽发现 还不够塞牙缝呢 果然 这片大地 生存着无数强大的妖兽 路鸣前行了千里左右 就碰到十几只强大的妖兽 零有一只 是在五王以下的 还有两只 甚至不弱于之前那头巨猿 那是奥义金坑 突然 路鸣停了下来 在前面 有强烈的天地意境弥漫而出 路鸣发现 那居然是一个奥义金坑 第564张幕后黑手 危机 路鸣大喜 没想到在这个地方 能发现奥义金石 从意境气息上看 应该是谁属性奥义金石 路鸣用不上 但可以拿出去兑换 二话不说 路鸣拿起一把战刀 就开始挖掘起来 以路鸣现在的修为 挖掘速度那是非快 只是半个小时 就挖出了一个大坑 得到了30块水属性奥义金石 当然都是下品的 没有中品的 但路鸣已经很满意了 一个奥义金坑而已 有30块奥义金石 已经很不错了 难道这是一个卫面 一个从未有人来过的卫面 和临摩未面一样 路鸣心里猜测 随即 路鸣继续前行 当然 速度不是很快 怕万一闯入一只强大 夭壽的地盘 那就玩完了 但几百里后 路鸣又停了下来 因为他又发现了一个奥义金坑 才几百里而已 居然又有一个奥义金坑 路鸣颇为震惊 而且 这一个奥义金坑 还是风属性奥义金石 路鸣刚好用得上 哪里想那么多 开挖 这一次 挖出了29块 风属性奥义金石 收好后 路鸣继续前行 接下来的路程中 路鸣震惊了 这片山林间 奥义金石非常之多 他一路向前奔行了万里左右 一共碰到了九个奥义金坑 风 火 雷 土等 一共有七种属性 得到两百多块各种奥义金石 哈哈 这简直就是圣地啊 将这片地方翻遍了 能挖出多少奥义金石 路鸣眼中直放光 不过 路鸣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的灵药灵草 果然看到几株 都是一级二级的 高级灵药 似乎被摘走了 咦 有一个奥义金坑 这时 路鸣又发现了一个奥义金坑 正当路鸣想要去挖掘的时候 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危机 身上的汗毛瞬间炸立 有危险 路鸣想也不想 身形冲天而去 落在一棵大树的树之上 碰 一道剑气一闪而过 在路鸣刚才立足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身不见底的剑孔 脚触声 反应倒是挺快的 一声冷笑 一个老者的身影出现 老家伙 是你 路鸣眼神一冷 这个老者 正是雷之店主 怎么 见到我很意外 今日 看有谁救你 雷之店主眼中闪过冰冷的杀鸡 你以为你杀得了我 路鸣冷笑 嘿嘿 路鸣 我不得承认 你的确服大命大 中途遭遇天失踪的埋伏 其他人都死了 你居然还没死 我本来以为你早就死了呢 雷之店主 冷笑连连 难道那个通知天失踪的是你 路鸣反问 不错 就是我 让路鸣万万没想到的是 雷之店主居然承认了 哄 踢得 路鸣身上 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杀鸡 声音森冷无比 道 老家伙 没想到真的是你 刚才他那么疑问 不过是随意疑问 是态性的疑问 根本没想到 居然真的是雷之店主 他心里一直以为 当初按通天失踪的人 是圣家呢 没错 就是我 是我把你们的消息泄露给天失踪的 你看我多好 找了几十个人为你陪葬 可惜 你却不领情 不过 现在送你下去 也是一样 雷之店主冷笑道 老家伙 我必杀你 路鸣杀意冲销 这个老家伙 为了杀他 居然不惜牺牲那么多地天神位的性命 简直是丧心病狂 杀我 做梦吧 死 雷之店主大喝 五王九重的气息轰然爆发 一挥手 手中凝聚出一把雷电支箭 蛋蛋 砸 路鸣一拍蛋蛋 抓 蛋蛋飞了出去 向着雷之店主砸去 滋滋 雷之店主双眼一瞪 一道手臂粗细的闪电 向着蛋蛋轰去 但 没有丝毫作用 蛋蛋一冲而过 继续向着雷之店主的脸砸去 雷之店主脸色微微一变 身形暴退 同时一巴掌拍出 这一掌 太快 蛋蛋也避不开 蛋蛋被善终 远远地飞了出去 旁门左道 有什么用 死 雷之店主冷喝 路鸣一叹 雷之店主修为太高了 就连蛋蛋突袭 都没有用 当下毫不犹豫 一转身 施展九龙踏天步 向远处奔去 现在 还不是雷之店主的对手 只有先退走再说 讲走 给我留下 雷之店主怒吓 身形移动 如一道闪电一般 向着路鸣报射而去 速度之快 居然丝毫不比路鸣慢 滋滋 一把雷电支箭 向着路鸣报射而去 真龙击 路鸣一枪刺出 一条三色真龙飞舞而出 对着雷电支箭扑去 扑 雷电支箭洞穿而过 三色战龙瞬间被击溃 雷电支箭不停 继续射向路鸣 路鸣脸色凝重 以长枪抵挡 当 一声轰鸣 路鸣的身体 如炮弹一般被击飞 重重的撞在了地上 将地上撞出一个深坑 扑 路鸣大口的渴血 身体被击伤 若非路鸣本来就领悟了雷之意境 且已经将雷之意境修炼到一级小城后期了 抵消了一部分雷电之力 恐怕就这一招 就能让路鸣重伤 五王九重 果然厉害 非我现在能敌 走 路鸣毫无犹豫 从大坑中冲出 施展九龙踏天步 向前狂奔 我说过 你走不掉 雷之店主声音冰猛 又向路鸣追去 雷之店主领悟的雷之意境 速度太快了 路鸣根本逃不掉 轰 路鸣与雷之店主对轰了一招 这一次更惨 浑身冒烟 差点变成焦叹了 浑身像是要裂开一般 路鸣从大坑中冲出 大口渴血 充满杀鸡的看着雷之店主 跑啊 你怎么不跑了 我看你往哪里跑 今日 你必死 雷之店主一步步踏来 冷漠无比 今日 谁死 还不一定呢 路鸣眼中露出一丝狠色 眉心散发出死死雷之力 他准备操控雷顶 对雷之店主发出致命一击 吃窄雷顶后 他肯定会陷入虚弱 在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极度危险 但到了这一步 没办法了 刷 淡淡飞了回来 在路鸣身旁散发光芒 雷之店主眉头一皱 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路鸣身上 感觉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第565章奥义金石矿脉 怎么回事 这个小畜生 只是五王四重的修为而已 就算在天才 也不可能对我构成威胁 怎么会让我感觉到危险 难道他身上有什么宝物 雷之店主心念急转 眼神警惕起来 这个小畜生 今日必须要杀死 他的天赋太惊人了 再这样下去 下次见面 恐怕死的是我了 雷之店主眼神一冷 正准备动手 吼 吼 就在这时 两声惊天动地的吼叫响起 大地剧烈的颤抖起来 一股汪洋一般的压力 轰然压下 怎么回事 雷之店主脸色狂变 不好 路鸣也心里一颤 轰 陡然 烟尘弥漫 狂风肆虐 两只庞然大物出现在不远处 正在疯狂地厮杀 那是一只体型无比庞大的黑色巨虎 身高绝对超过百米 长三四百米 如一座小山一般 而和他厮杀在一起的 是一只巨猿 和陆明之前见到的那只狠像 高大无比 两只巨兽疯狂地厮杀 翻翻滚滚 急速地向着陆明他们这边滚来 雷之店主脸色狂变 转身就跑 陆明也同样如此 他们刚向前跑出千米 他们刚才战斗的地方 就被两只巨兽碾压而过 古墓崩裂 一片狼藉 狂风席卷 差点将陆明吹飞 陆明施展风之意境 借助狂风之力奔行 速度更快一分 雷之店主现在哪里顾得上杀陆明 逃命要紧 两只巨兽太恐怖了 雷之店主丝毫不怀疑 他要是被拍中一掌 绝对死路一条 两人亡命飞奔 吼 吼 两只巨兽的大战 其他妖兽也惊住了 也是狂奔逃命 山林间 一片大乱 砰砰砰 陆明身边 一头几十米高的长毛像 狂奔而过 差点把陆明一脚踩扁 这头长毛像 绝对有巅峰王者的实力 好机会 九龙施展九龙踏天步 身形一闪之下 抓住了长毛像尾巴上的长毛 爬进长毛像尾巴里面的长毛躲起来 长毛像尾巴上的长毛 长七八米 陆明躲在里面 一丝一毫都看不到 两只巨兽不断厮杀 翻翻滚滚 没有固定方向 不久之后 陆明听到 轰鸣声离长毛像越来越远了 远处 雷之店主目光扫射 阴沉无比 又被这个小处生跑了 雷之店主冷哼一声 随后小心翼翼地离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陆明估计起码跑了几万里了 这时 长毛像的速度减慢下来 陆明收敛气息 从长毛像的尾巴里溜下 咦 这里难道快出山林了 陆明发现 四周的树木 小了很多 没有之前那边那么巨大 陆明沿着一个方向 又前行了数千里 发现 果然出了山林 前方 是层栏叠杖的山峰 山脉 之前那片山林 地势较为平坦 几乎没有山脉山峰 但前方 全都是山峰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除了妖兽 一个人也没有 也没有见到其他族类 陆明皱眉 随后收敛气息 向着那些山脉奔去 不过还好 在这些山脉上 陆明没有碰到什么强大的妖兽 有的话 实力都较低 难道强大的妖兽都在那片山林间 陆明的心情稍微放松下来 随后飞上高空 加快速度前行 等等 那是什么 突然 陆明停了下来 往回飞去 落下一座小山峰 这是 傲益金石矿脉 陆明细细感受了一下 发现这座山峰 散发出浓郁的意境气息 而且 还是风之意境气息 这居然是一座风属性傲益金石矿脉 陆明狂喜 傲益金石矿脉 起码会有数百块傲益金石以上 甚至 还有中品傲益金石 最重要的是 还是风属性傲益金石 有了这些金石 陆明的风之意境 就能飞速进步了 开挖 陆明疯狂的挖掘起来 三个小时后 一整座小山峰 都被陆明挖开了 收获是丰富的 价品风属性傲益金石 足足有330块 最重要的是 还有两块中品风属性傲益金石 足足两块中品风属性傲益金石 哈哈 发了 陆明都想大笑 这个地方 真是处处是宝啊 继续搜寻 看有没有其他傲益金石矿脉 陆明四周疯狂搜寻起来 这片大地中 果然没有了强大的妖兽 陆明速度加快 不久就在数万里之外的一个地方 发现了一座小型的傲益金石矿脉 哈哈 又是傲益金石矿脉 之前在那片山林中 还是傲益金坑 现在这里 直接就是傲益金石矿脉了 发了 发了 陆明心情极为舒畅 本来因为进入到这个莫名的地方有些郁闷 此时都一扫而空 这片傲益金石矿脉 乃是金属性的傲益金石矿脉 最后被陆明挖掘出400多块金属性傲益金石 还有两块中品金属性傲益金石 继续 陆明感觉自己完全停不下来了 半个小时后 陆明停在一座山峰上 尾头微皱 下方那座山峰 完全被挖开了 从天地皆弥漫着淡淡的意境气息来看 下面一定也是一座小型的傲益金石矿脉 但被别人挖掘了 不知道是不是天师宗的人 这一次进入这里的天师宗的人占大多数 看来我还是小心一点 陆明身形移动 离开了这里 一个小时后 他停留在一座山峰前露出狂喜之色 这座山峰 弥漫着强雷的雷之意境 这是一座雷属性傲益金石矿脉 雷属性傲益金石 陆明刚好也能用上 坑坑 陆明开始挖掘起来 嘿嘿 我们运气真好 又一座傲益金石矿脉 这一次真的发了 陆明还没挖两下呢 一道冷冷的干瘪的声音响起 呼呼 两座棺木飞来 从棺木中走出六道身影 两个尸位 六具炼尸 身上 都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大成王者 都是大成王者 陆明脸色一变 这一次 天师宗大约有十几个大成王者进入此地 没想到 现在就被陆明碰到两个 饺子 你是玄家的 还是地天神位的人 碰到我们算你倒霉 乖乖交出储物戒指 我们留你一个全尸 其中一个尸位冷笑 第五百六十六章疯狂突破 有本事 自己来拿 陆明冷声道 饺子 不自量力 那就先杀了你 一个尸位冷喝 随即 一具炼尸就向着陆明扑杀而去 修修 七八条铁链如毒蛇一般 向着陆明席卷而去 陆明长枪扫出 与铁链对轰 身体被震得向后急飞 不行 这两个尸位 虽然都是五王七重的尸位 但也是大成王者 我现在还不是对手 只有先退走 尽管不干 倒嘴的肥肉就要不翼而飞 倒没办法 实力不如人啊 陆明转身 施展九龙踏天步 几个闪烁 就远去了 两个尸位有些发愣 根本追不上 这个小子 速度倒挺快 一个尸位有些不干 算了不管他 我们先挖掘奥义金石吧 这里实在是爵士宝地啊 以前从来没有听说有这样的地方 我们这次如果能把这些奥义金石带出去 那真的发了 另外一个尸位眼睛放光 当即操控炼尸 开始挖掘起来 陆明一路飞行万里 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看来还是先提升实力 不然的话根本不是这些大成王者的对手 只有实力提升上去了 才能更好的获得资源 天师宗 雷之殿主 你们等着 青年一动 陆明进入到至尊神殿之中 一挥手 边上出现了一堆封属性奥义金石 现在 只要封属性奥义金石提升到一级小城以后 陆明的修为 就可以继续疯狂提升了 陆明手一身 一块中品封属性奥义金石抓在手中 陆明首先要以中品奥义金石开始冲击 将木道古术摆放在身边 陆明陷入空灵之境 随后一捏奥义金石 碰 封属性中品奥义金石破碎 一股股强烈无比的意境细丝 浮现而出 环绕陆明 陆明闭上眼睛 开始领悟 中品奥义金石的效果是惊人的 两天后 陆明就将封之意境突破到一级小城 不过奥义金石的效果还在 陆明继续修炼 一晃又过了三天 封之意境达到了一级小城中期 中品奥义细丝的效果才消失 随即 陆明拿出了下品奥义金石 继续领悟 在至尊神殿领悟 效果要比天玄城差一些 花了半个月 三百多块封属性奥义金石全部用完了 封之意境 堪堪突破一级小城的巅峰 差一步 就是一级大城了 与火之意境相当 哭 陆明睁开双眼 吐出一口浊气 现在 封 火两种意境都差一步突破一级大城 而雷之意境也达到一级小城后期 已经不影响我修为的突破了 开始提升修为 陆明眼睛一亮 规手间 五万块极品铃金出现 全部轰爆 九龙血脉将之吞噬 裂化为真元 三种意境差不多趋于平衡 果然没有什么阻力了 陆明的修为 开始疯狂的提升起来 不过 达到五王四重后 修为的提升 需要的极品铃金 实在恐怖 从五王四重前期 提升到五王四重中期 足足消耗了 二十万块极品铃金 堪称恐怖 一个小层次 就是二十万 裂化了六十万块极品铃金 陆明的修为 突破到五王四重巅峰 然后又裂化了五十万块极品铃金 陆明的修为突破到五王五重前期 足足裂化了一百一十万块极品铃金 陆明的修为才提升了一个级别 这要是其他人 根本消耗不起 不过陆明脸色平静 继续拿出极品铃金 开始吞噬炼化 五王五重 需要的极品铃金更多 陆明炼化了足足九十万块 才提升到五王五重巅峰 然后又炼化了八十块 突破到五王六重前期 但陆明没有停留 又炼化了一百五十万块极品铃金 一举修炼到五王六重巅峰 到了这里 已经是极限了 因为天地意境没有突破 修为也不可能突破了 前前后后 炼化了四百三十万块极品铃金 花费了七天时间 这要是被别人知道 要活活吓死 七天时间 就炼化了四百三十万块极品铃金 修为连破几个级别 这简直不是人 当然 这也多亏了九龙血脉进升为王级七级 吞噬炼化之力大大增强 要是放在以前 是办不到的 五王六重巅峰 真元太雄厚了 陆明感觉一张口 喷出的都是真元 我现在的战力 有多强 陆明眼中金光闪烁 当三种天地意境都达到一级小城的时候 三种融合的威力 绝对比得上单一意境的一级圆满了 加上现在五王六重巅峰的修为 陆明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强 反正 击杀五王七重的大成王者 绝对轻轻松松 干脆再将龙神三绝修炼一番 将实力提升到极致 然后再出去 陆明私存 在这个地方 陆明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那就是能将奥益金石 快速地转化为实力 其他人 就算有再多的奥益金石 使用起来 也没有陆明那么快 而且就算意境提升了 别人修为也没有那么快提升 因为炼化金石的速度 远远没有它那么快 所以陆明到不怕 其他人的修为也疯狂地提升 陆明打算 将战力提升到极致 然后出去挖掘奥益金石 猎杀天失踪的人 夺取他们的奥益金石 在悟道古术之下 领悟五计的速度 也是正常的十倍 只是半个月的时间 陆明就将龙神三绝修炼到第四个层次 陆明的实力 又提升了一节 走 收获的时候 到了 七面一栋 出了至尊神殿 陆明化为一道红光 一闪而逝 陆明没有丝毫控制自己的速度 在天空狂飞 转眼 在周围转了十几万里的路程 陆上 陆明看到五六座被开采过的 奥益金石矿脉 陆明没有在这块区域停留 飞向更远处 五个小时后 陆明终于碰到的人影 快点 快点 开采完这一座奥益金石矿脉 我们去寻找下一座 前方不远处 一声吆喝传出 大约有三十多个尸位 操控着一句句练尸 开采着一座奥益金石矿脉 这一次 天失踪进来的人很多 有将近千人 三十多个 只是一小部分 刷 陆明出现在奥益金石矿脉上空 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还真是巧 这批尸位为首的 正是之前陆明碰到的两个五王七重的两个尸位 第567章横扫 巨大的收获 陆明一出现 就惊动了这些尸位 什么人 饺子 原来是你 你还敢出现 找死 鸡声冷喝响起 两个五王七重的尸位 瞬间就认出了陆明 抓 抓 点点点 破空声响起 两具五王七重的强大炼尸 堵在陆明身后 挡住了陆明的退路 他们这一次 可学精明了 一开始就堵路 怕陆明又逃了 看来 你们这段时间的收获不错啊 陆明眼中 露出了火热的光芒 据他所知 天师宗的人很少修炼九大常见意境的 天师宗的修炼的最多的 就是一种特殊意境 名为死亡意境 所以 天师宗的人挖掘那么多奥义精石 肯定不会用掉 多半都藏在储物戒指中 等出去兑换资源 嘿嘿 是不错 小子 可惜 你只有眼红的份 杀 一个五王七重的侍卫冷笑 突然大喝一声 秋 秋 陆明后面的两个五王七重的侍卫 立马向陆明发起了进攻 前面 另外一个五王七重的侍卫也操控两具炼尸 围杀陆明 这一次 死的是你们 风雷枪出现在手中 一枪横扫而出 一轮圆月出现在空中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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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盲 准确地扫中了四具五王七重的炼尸 四具炼尸 就像是四颗炮弹一般 被枪盲扫飞 一直飞出了万米之外 撞在几座大山中 空明阵阵 烟尘弥漫 几座大山都被撞塌 碎石飞溅 所有的尸位脸色都狂变 特别是两个五王七重的尸位 他们感觉不到四具炼尸的存在了 也就是说 四具炼尸 已经废了 这怎么可能 炼尸 铜皮铁骨 刀枪不入 特别是五王七重的炼尸 就算是五王八重的高手 也没有那么容易能毁掉 而陆明一枪 居然毁了四具五王七重的炼尸 两个五王七重的尸位脸色惨白起来 走 毫无犹豫 两个五王七重的尸位疯狂的向远处狂飞而去 讲走 晚了 陆明一步踏出 出现在两个尸位身后 长枪以泰山压顶之势 向着两人砸去 一道长达数千米 巨大无比的枪芒 对着两个尸位碾压而下 两个尸位狂吼 拼命反击 但尸位本身战力就弱 如何能挡陆明 轰 枪王砸下 两个五王七重的尸位 被砸成肉泥 啊 逃啊 其他尸位看到这一幕 胆都要吓破了 纷纷四散而逃 给我吞 吼 九龙血脉飞出 张口长啸 口中 爆发出恐怖的吞噬之力 将这些尸位覆盖 啊 怎么回事 我怎么跑不动了 我的精血 我的精血要飞出去了 救命啊 一个个尸位发出惊恐的大叫 但下一刻 咻 咻 一滴滴精血 直接从那些尸位身体中被吞噬而出 飞入九龙血脉的口中 精血被吞噬 生机也就没了 灾食多个尸位 全部陨落 落下大地 呼 九龙血脉又是一吞 两个五王七重尸位的精血 也被九龙血脉吞噬 随即 陆明一挥手 真圆形成一条条细丝 将所有侍卫的储物戒指摘下 被陆明收了起来 走 找一个地方炼化精血 然后再轻点一下 身形移动 陆明离开了这里 数万里外 陆明进入至尊神殿 开始炼化精血 这一次 陆明将所有的精血之力 都用来提升第二血脉 两个五王七重的大臣王者 加上三十多个其他尸位的精血 魂厚无比 不久之后 第二血脉微微震动 第七道银色的脉轮 浮现而出 王级七级血脉 大臣王者的精血 果然非同反响 翁 第二血脉微微震动 笼罩在石碑上的云雾 似乎少了一些 变淡了一些 在石碑上方 有一个模糊的大字 若隐若现 陆明瞪大眼睛 细细观看 震 石碑最上面 好像是一个震字 震 难道这座石碑 叫震什么碑 陆明很是好奇 可惜 就只能模糊的看到这一个字 其他字 陆明却看不到了 迟早能全部显现出来的 陆明眼中充满期待 接着 拿出那些石碑的储物戒指 开始清点起来 一共33个储物戒指 陆明首先清点一个 五王七重石碑的储物戒指 一看之下 陆明狂喜 储物戒指中 堆放着一堆堆的奥义精石 太多了 每一堆 起码都在500块以上 不仅有九大常见意境的奥义精石 还有一些特殊意境的奥义精石 比如 星辰奥义精石 狂暴奥义精石等 一共有13种奥义精石 当然 特殊奥义精石的数量 要少很多 但也有100块以上 在这些奥义精石边上 有几个铁箱 陆明打开 发现都是中品奥义精石 各种中品奥义精石加起来 足足有30块 陆明差点都要流口水了 窝巢 这个地方真是绝世宝地啊 陆明眼中散发出火热的光芒 接着又清点起其他储物戒指 毫无疑问 两个五王七重的狮卫 奥义精石的数量是最多的 但其他30多个狮卫加起来 数量也不少 最后 陆明发现 他各种精石加起来 差不多有2万块 是的 2万多块奥义精石 还有108块中品奥义精石 发了 真发了 这些奥义精石要是拿到天旋城 恐怕整个天旋城都会震动 除了奥义精石 其他的 陆明都没有清点 现在懒得清点 等后面有空 再慢慢清点吧 还是猎杀这些天师宗师位 奥义精石来得快啊 自己挖掘 那要挖掘到什么时候 陆明决定了 出去猎杀师位 夺取奥义精石 不久之后 陆明化为一道光芒 在这片地域大肆搜寻起来 可惜 在方圆十几万里之内 只碰到一股十几个师位的小队伍 修为最高也才五王五重 被陆明轻易击杀 这只小队伍加起来 也才1000多块奥义精石 看来要到更远的地方搜寻了 陆明继续沿着前方 急速飞行 第568章该死的雷鼎啊 轰 轰 半天之后 十几万里之外的一座山峰上空 响起了阵阵轰鸣 击到身影在激烈的大战 击到一击 扑呲 一个中年师位被陆明一枪冻穿了眉心 不甘地陨落 看来 我施展击到一击击杀五王八重巅峰的师位 没有问题了 不过师位 终究比一般武者弱 我的战力 对上五王九重的大臣王者 肯定还是不敌 陆明收起长枪 思索着 下方的大地上 躺在几十具尸体 全部都是师位的尸体 不久之前 陆明来到这里 碰到了这些师位 就展开了大战 这些师位 为首的一个师位 居然是五王八重巅峰的师位 陆明战力全开 才将这些师位全部斩杀 真元席卷 将所有的储物戒指收了起来 陆明找了一个地方 清点起来 这一次的收获 比上一次更大 所有的奥义精识加起来 将近三万块 疯狂 太疯狂了 即便以陆明的定力 心也都不由地颤抖起来 奥义精识 不是价格能衡量的 拿出去 恐怕无数人抢着药 我现在 是先修炼 还是先去猎杀天失踪的师位呢 陆明思存着 还是先修炼吧 看样子 一时半会 是回不去了 不如一股作气 冲到大成王者 那样 在这个地方 除了那些巨兽 我就无去水了 陆明打定注意 然后拿出一块 雷之奥义精识 他打算先领悟雷之意境 毕竟 现在他雷之意境落后于其他两种意境 他打算先以下品雷之奥义精识 将雷之意境提升到一级小成巅峰 然后用中品雷之奥义精识 一具突破一级大成 碰 陆明将一块雷之奥义精识捏碎 闭上眼睛 开始领悟 但没过一分钟 陆明就睁开了眼睛 怎么回事 奥义精识中的意境细丝 怎么无缘无故的消失了 陆明眼中有些惊疑不定 刚才他修炼的时候 发现一丝一毫的意境细丝 都吸取不到 完全消失了 再来一块 我倒要看看 是怎么回事 陆明又拿出一块 一把捏碎 这一次 陆明没有开始领悟 而是细细观察起来 最后他目瞪口呆的发现 所有的意境细丝 都飞向了他的眉心 然后被使海中的雷顶吸收了 窝巢 不会吧 陆明瞠目结舌 以前 他没有用过雷之奥义精识 还没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雷顶 居然和他抢夺雷之意境细丝 陆明不死心的又捏碎了几块雷之奥义精识 结果都是一样的 陆明又捏碎了一块其他奥义精识 雷顶一点反应也没有 窝巢 不用这样吧 我xxxx陆明无语了 感觉有种吐血的冲动 这样一来 雷之意境 岂不是要老老实实的领悟了 不能用奥义精识急速提升了 他修为疯狂提升的计划 就要泡汤了 因为就算其他意境领悟的再快 雷之意境没跟上去 那也没用啊 老天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玩我啊 陆明看着储物戒指中大堆的雷之奥义精识 仰天长叹 随后 陆明的心神出现在是海中 看着那一尊雷顶 一阵咬牙切齿 他恨不得把这尊雷顶扔了 不过只是想想而已 先不说他能不能办得到 就算办得到 他也舍不得啊 算了还是老老实实领悟吧 陆明在雷顶下方盘膝而坐 开始领悟雷之意境 好在 悟道古树放在陆明旁边 就算他在识海中 也照样有效果 是平常的识倍 毕竟 识海 也就在他的眉心之中而已 陆明静下来心来 领悟雷之意境 就算没有奥义精识 在雷顶和悟道古树的帮助下 陆明对于雷之意境的领悟 也是快速无比 是其他人的百倍 十天之后 陆明对于雷之意境的领悟 达到了一级小城巅峰 但想要突破一级大城 却没有那么容易 需要积累 此时 陆明来到这个地方 已经一个多月了 必须要快点想办法出去 距离木兰师姐与圣星辰成亲之日 距离我挑战圣星辰之日 只剩下三个半月了 陆明皱眉 但他现在 对于如何出去 依然一头雾水 陆明决定 一边寻找出去的办法 一边猎杀尸位 出了至尊神殿 陆明就沿着一个方向 理直飞行 嗯 这时 挂在发丝间的淡淡飞出 浑身发光 微微颤抖着 随后向着一个方向急速飞去 怎么回事 淡淡发现了什么 陆明有些疑惑 飞身跟上了淡淡 一路飞行 大约飞行了万里左右 前方 一座巨大的 被暗红色雾气笼罩的山峰 出现在眼前 这座山峰中围 此际一片 没有任何的植物 也没有任何的生灵 那座山峰上 弥漫着暗红色的雾气 一看就是邪雾 淡淡飞到这座山峰前 微微颤抖着 似乎非常兴奋 随即一头飞进了山峰 陆明也跟着飞了进去 杀 杀啊 当陆明一接触那些暗红色雾气的时候 脑海中 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他发现 四周的场景变了 变成了一片人间炼狱 浮尸百万 雪流成河 无数强大的存在在厮杀 陆明看到 有真龙踏天而行 却被一尊与天骑高的魔影撕裂成两截 陆明看到 一只凤凰横击苍穹 却被一尊魔影斩断了翅膀 一个人足强者一剑展开了天语 却被一尊魔影一拳轰暴 一幕幕难以想象的画面出现在陆明眼前 恐怖的杀机 差点让陆明心神崩溃 就在这时 陆明感觉一股力量一拉 四周环境突变 他还是在那座山峰的边缘 九龙血脉环绕周身 吞噬之力爆发 抵挡住了那种暗红色雾气 陆明常常呼出一口气 这种暗红色雾气 太诡异了 刚才极其危险 陆明差点心神崩溃 刚才那种画面 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历史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大战吗 陆明很好奇 淡淡 接着 陆明以九龙血脉护体 向着山峰里面冲去 当他飞到封顶的时候 有些目瞪口呆 第569章淡淡孵化了 在封顶 有一只翅膀 断了的翅膀 上面 神光闪耀 无比玄妙 最重要的是 这只翅膀 像极了刚才陆明看到的画面 一只凤凰被斩断了翅膀 这是凤凰翅膀 陆明感觉他心脏都快跳到喉咙了 凤凰是什么 上古神兽啊 与真龙并称的存在 无敌的存在 强大无比 在神荒大陆上 早已经绝技多年了 可现在 在这里 居然看到这样一只翅膀 最让陆明瞠目结舌的是 淡淡 居然在吃这只翅膀 只见淡淡变成了百米高 在蛋壳上 裂开一张巨大的口子 再一口一口的撕咬着这只翅膀 而且 速度非常快 几下子就就被淡淡吃掉大半了 连上面的羽毛 都不放过 我靠 给我留点啊 陆明大叫 把腿就向前冲去 但陆明刚靠近 就感觉到一股恐怖的气机 作用在他身上 阵阵撕裂般的痛楚传来 陆明的感觉 身体都差点被撕裂 清理大害 陆明击退 好恐怖的气机 这真有可能是一只凤凰的翅膀 死后无尽岁月 气机不散 一般人根本不能靠近 陆明震惊地想到 可淡淡那禽兽 居然一点事也没有 还大口吃着 很快 一整只翅膀 就被淡淡啃完了 只剩下 几根羽毛 禽兽啊 陆明撕心裂肺地叫了起来 淡淡淡啃完后 便重新变为人头大小 落在山峰上 一动不动了 只是表面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翅膀被吃完 那种可怕的气机 也消失了 陆明走了过去 淡淡 陆明拍了拍淡淡 淡淡淡一动不动 这家伙 难道吃多了 要消化 陆明双手一抱 想把淡淡抱起 却发现淡淡简直比一座山还重 根本抱不动 陆明无语了 看来 要在这里等一段时间了 陆明四下打量起来 发现 山峰上 还剩下几根羽毛 陆明急忙跑过去捡了起来 一共五根羽毛 每一根大约半米长 在那只翅膀上 算是最短的了 算是砸毛 所以才脱落下来 但即便这样 五根羽毛通体晶莹 成火红色 如火欲打磨而成 上面 散发出惊人的契机 陆明需要运转权力 才能抵挡 这也是无上至宝啊 先收起来 陆明拿出一个储物戒指 把五根羽毛收起来 随即四下打量起来 可惜 却没有其他发现了 算了 一边修炼 一边等淡淡吧 陆明进入至尊神殿 继续领悟雷之异境 每一天 陆明对于雷之异境的领悟 都是突飞猛进 这一修炼 就是半个月 陆明有悟到古术和雷鼎辅助 修炼半个月 比得上别人修炼四年多的时间 陆明感觉 他的雷之异境 即将突破一级大成了 就差一张纸的距离 就在这时 陆明感觉到外面有异动 便退出了至尊神殿 此时 淡淡浑身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如一轮小太阳一般璀璨 恐怖的生命精气 荡漾而出 卡擦 陡然间 陆明听到 淡淡身上 发出一声细微的卡擦声 裂开了一道细微的缝隙 难道 淡淡要孵化了 陆明眼睛一亮 淡淡 乃是从天门中喷出来的 且奇妙无比 无惧任何能量攻击 胃口大的要死 就连天结 还有凤凰翅膀 都能吃 陆明一直非常好奇 淡淡是什么 孵化出来 是什么生灵 现在 终于要揭晓答案了 卡擦 蛋壳上 又有声音响起 宝物 这里有宝物 忽然 一声兴奋的大叫传来 哈哈哈哈 这个宝物 绝不寻常 归我们了 破空声响起 几十个尸位 带着炼尸出现 饺子 这宝物 岂是你能看的 死吧 有一个尸位 看到陆明 直接操控一具炼尸 向陆明杀去 你们全都要死 陆明眼神一冷 九龙血脉浮现而出 张口一息 几十个尸位 凡是大成王者以下的 直接被陆明吞噬了精血 死于非命 剩下两个尸位 一个五王七重 一个五王八重 一脸痴呆的看着陆明 眼中 尽是骇然之色 陆明施展的是什么武器 居然一招就击杀了几十个尸位 杀 陆明一步踏出 向着两个尸位杀去 空 空 十招还没到 两个尸位就被陆明击杀 所有的储物戒指 都落入到陆明手中 此时 淡淡淡壳上 裂痕更多了 陆明一边练化 一边死死的盯着淡淡 几分钟后 碰的一声 蛋壳完全裂开了 陆明也猛逼了 一只拳头大小的乌龟 出现在陆明眼中 这只乌龟 双腿如人一般站立 两只前腿像是人手 伸了一个蓝腰 哈哈哈哈 本座终于复活了 本座众林是尖 这个是尖的高手 你们颤抖吧 这个是尖的美女们 你们敞开胸怀 等待本座的到来吧 哈哈哈哈 这只小乌龟 居然口吐人言 仰天长笑 但声音却非常稚嫩 如三岁幼童 听起来滑稽之极 陆明眼皮直跳 嘴唇直哆嗦 什么鬼 这蛋壳中敷出的是什么鬼 敷出一只龟也就罢了 居然还是一只会说话的 一只无比自恋的龟 陆明彻底无语 过了半想 才道 蛋蛋 话还没说完 就被打断了 蛋什么蛋 再叫我蛋蛋 本座饶不了你 以前 本座归在屋檐下 我就忍了 但以后 你给我老实点 脚乌龟两只前腿背负在龟壳上 一部绝代高人的模样 呵斥道 只是他那稚嫩的声音 实在没有丝毫的威慑力 蛋蛋 你是什么 居然一出声就会说话 你爹娘呢 陆明无比好奇 脚背 住嘴 我告诉你 本座乃是石墙战兽之手 古来无敌 与天地同兽 与日月同辉 哪来的爹娘 我说了 你在叫我蛋蛋 我跟你急 脚乌龟伸出一只龟爪 指着陆明 两只眼睛瞪的老大 石墙战兽 蛋蛋 那是什么 陆明好奇的问 你 脚乌龟差点气吐血 做深呼吸状 深呼吸了几次 才平复下来 不出一排疗牙 我狠狠的道 罢了 小屁孩一个 本座也不和你一般见识 第570章玄黄稀土 一对龟眼 滴溜溜的转了两圈 似乎在沉思 半想 单可几声 道 本座当初 经历一场惨烈的大战 身受重伤 不得已以才化为一枚蛋 经历无尽岁月 才得以重生 这个 由于刚重生 记忆还有些不完整 具体什么事实强战兽 有哪些 我也记不太轻了 记不住轻了 陆明一脸狐疑的看着淡淡 道 那你应该很强吧 柯柯 不是和你说了吗 当初受伤太重 现在刚重生 实力没恢复几分 淡淡一只龟爪放在嘴边 非常人性化的 干咳几声 道 淡淡 你不会是忽悠我吧 陆明看着淡淡 一脸的不相信 淡淡以前 就很有灵性 陆明怀疑 淡淡还未敷出来的时候 就学会了说话 所有敷出来后 装作一副高人的模样 在忽悠他 他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至于什么强者重上 什么实强战兽 他压根不相信 饺子 你居然敢怀疑本座 好 为了让你心服口服 本座现在就送你一场造化 淡淡背负着双手 一脸的不爽 哦 这么造化 陆明笑道 之前 本座就感到不远处 有一个地方 有一样至宝 现在就带你去去 让你心服口服 淡淡冷哼道 这么至宝 陆明大事好奇 嘿嘿 如果我没感应错 那应该是玄黄稀土 能够吸收天地一切能量 转化为自身能量 培育出绝世灵药的玄黄稀土 淡淡得意一笑 什么 玄黄稀土 真的假的 陆明心里大为震惊 玄黄稀土 这是一种绝世奇珍 天地初开之时 天地间才会产生 是培育灵草灵药的绝世神土 战古时期 甚至远古时期 天地间的治强者 就会用玄黄稀土 培育灵药 只是 玄黄稀土 极为稀少 都是按量算的 一两 都能卖出天价 陆明一下子就想到 悟道古术 如果有玄黄稀土 那培育问题 就大为简单了 现在 存放悟道古术 培育相中的侵权 已经见底了 寻找灵液培育 至关重要 嘿嘿 根本做来吧 淡淡得意一笑 背负双手 插开脚丫子 踏空而行 向着远处飞去 速度极快 陆明虽然将信将疑 但还是跟了上去 距离陆明大约五万里之外 这里 方圆千里之内 一片荒凉 寸草不生 两道身影 在其中飞行 如果陆明在此 一眼就能认出 这两人 一个是雷之店主 另外一个 是火之店主 咦 那边有药香味传来 突然 火之店主停下了身形 药香味 雷之店主有些疑惑 不会有错 我平常兼职炼丹 对灵药味道极为敏感 在前方不远 火之店主道 这个世界 都没怎么看到灵药 在这枯寂之地 居然会有灵药 绝对非凡 去看一看 雷之店主眼睛一亮 两人急速前行 不久之后 前面出现了一个土丘 药香味就是那土丘 散发而出的 土丘四周 同样一片枯寂 寸草不生 但土丘上 却生长着七株灵草 那是七节草 怎么回事 居然散发出 这么恐怖的药性 两人一看 都大吃一惊 因为七节草 是一种很普遍的灵草 乃是一级灵草 对于它们来说 垃圾一般的东西 但眼前这七株七节草 透体晶莹 有神霞缭绕 弥漫出浓郁的药香味 这绝非一级灵草 而是六级灵草 而且还是六级最上品的灵草 这是什么地方 居然能让一级灵草 变为六级最上品的灵草 这怎么可能 玄黄稀土 那是玄黄稀土 火之殿主看向七节草下方 眼珠子猛然瞪大了 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七节草下方 是一种红黄两种颜色的泥土 恐怖的灵气 从这泥土中弥漫而出 这就是玄黄稀土 什么 玄黄稀土 雷之殿主也大吃一惊 眼珠子瞪的老大 随即双眼中 露出了炽热的贪婪之色 看面积 大约有一米见方 这得有多少斤 要知道 在外面 天玄玉这样的小玉 是见不到玄黄稀土 这样的宝物的 在一些更大的玉 才可能出现玄黄稀土 但都是极少 是暗两脉的 而这里 不知道有多少斤 哈哈哈哈 发了 发了 果之殿主嘴巴都要笑裂开了 与玄黄稀土一比 上面七珠达到六级上品的七节草 反而就没有那么惹眼了 果老头 既然我们两人一起发现 你我一人一半 怎么样 雷之殿主道 好 没问题 果之殿主点头 目光死死的盯着玄黄稀土 果老头 你对恋要比较精通 玄黄稀土就由你来挖掘 我在一边为你把风 雷之殿主道 好 果之殿主点头 然后目光火热的走向飞向土丘 就在这时 雷之殿主眼中 闪过阴毒之色 手中出现一把雷电之剑 一剑向着火之殿主的后心刺去 火之殿主 万万没想到 认识几百年的雷之殿主 会对他动手 根本没有防备 被一剑刺个挣着 扑呲 雷电之剑 从火之殿主的前胸透体而过 啊 火之殿主爆发出惊天的怒吼 一头火焰狮子出现 疯狂地向着雷之殿主扑击而去 雷之殿主抽出长剑 后退千米 避开了火焰狮子的攻击 为什么 火之殿主转身 双眼通红 难以置信地看着雷之殿主 嘿嘿 这么一大块玄黄稀土 两个人平分 多可惜 我一个人收下 岂不美哉 还有 你储物戒指的中的那些傲益精石 我也眼热很久了 雷之殿主冷笑 你 该死 该死 火之殿主怒吼连连 我该死 哈哈哈哈 现在 死的是你 雷之殿主狂笑 身上雷霆闪耀 目露杀机 助手 就在这时 一声怒吼响起 一道身影 急速而来 抓 人影浮现 正是陆明 他肩膀上 站着小乌龟蛋蛋 他在淡蛋的指点下 向着这边飞来 刚好看到雷之殿主对火之殿主出手的那一幕 brush